来这里打卡 我是人力日报海外版记者李杰 我带您打卡铁虎故事的发生地 815农场 今天呢815农场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那个年代拓荒者们的足迹 永远的记载到了史册上 我专程来到的地方呢 是当地的博物馆 我们一起去探索 815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1949年3月 93大地上第一个农场 鹤山农场成立 同年7月815农场成立 1951年两场合并 这些开拓者和建设者们 当年是1945-1949年 从战场上 凸下荣装 又奔赴光源 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 就是收集材料 收集这些文物主 奔赴九三的11个农场 以及七七哈尔 哈尔滨 北京到四处去寻找 曾经在九三生活过的 一些老人手里的物品 这个遗址就是九三的历史 曾经是日本开拓团 在这块啃植过 当时这是日本人留下的一块房子 当时815农场成立之后 就作为815农场的 他们的厂部的机关 就说今天815农场呢 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们唯一还能看到的 这个实物的留存 就是这个房子 以前这个办公地 对对对 因为我没有把这个房子 如果扒掉了 那么我们九三的历史 可能就会缩短到 三十年四十年 因为更多的历史 可能就没有了 950年8月16号 到的815农场 完了以后呢 最后我接的十三林八十号 托拉机 整个九三一号八零 我在一号八零 我开了八年 在一号八零 在苏联来 头一接车 就是赵黄阳跟王虎伟俩 他俩接过来的 不久之后呢 北大荒就要进入春耕时节了 那么在托荒之初 1950年60年代的 春耕是什么样子 在人民日报报道当中 就专门提到了 有一台名叫 四大零八零号的托拉机 当然了今天四大零八零号 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了 但是大家可以随我一起去 看一看这些年 北大荒农机具的发展 也可以说是浓缩了一部机械的发展史 我父亲是第一代北大荒人 他1957年来到了北大荒 我是1998年7月 大学毕业后 因为对北大荒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回到农场参加工作 现在我封管农机工作 现在农业机械操作越来越简便 科技越来越先进 对于建设好北大荒 我信心十足 2011年大学毕业后 我回到了北大荒 现在在赫山农场工作 我爷爷是第一代北大荒人 他总是跟我说 要好好干 把北大荒精神传递下去 我一定延续老一辈 北大荒人的精神 把北大荒的事业干好 那边比我更良心 因为我这新桌机 要好这个 您开了多少年拖拉机 开了8年